第一次跟大家在公開場的見面 還有台大國企系光環 有赴美取得加州大學商學院MBA 回台後在已故金管會主委 龔兆勝底下負責併購和資本市場籌資 可以說是龔兆勝的得意門勝 不少人對他印象都很深刻 他的這個在外資圈的名聲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響亮 但是即使是這樣 他給外界的看法 還是他其實是非常低調 更有業界人士指出邱惠平年薪少說 新台幣3000萬元起跳 堪稱是人生勝利組 而他的老公徐耀仁同樣涉案 雖然平時作風低調 但一般人可能不知道 徐家的財力背景其實相當不錯 邱惠平的老公徐耀仁 他們徐家兄弟党 都在台北市忠孝東陸 這間工程公司擔任董事 但是員工們都很低調 不願多說 翻開工程公司董監事名單 董事徐耀仁 徐耀文 徐耀仁老婆就是邱惠平 而公司的監察人羅力珠 则是徐耀仁媽媽 你是之前有看過他還怎樣 對啊 我看過他 所以他會來這邊喔 他有時候會來有時候不會拿 邱惠平是少數兼具外貿 和實力的女銀行家 老公徐耀仁 外型同樣搶眼 進入地檢屬時 一身深藍色西裝 高檔皮鞋 和藝人汪家明也有點像 外資圈的美女 以及商界帥哥 因為這起內線交易案 打破光環 夫妻倆一起被拖下水 記者臺北綜合報導